尽管有多国提案相挺 台湾最终仍无缘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对此世卫行动团团长 卫福部次长李立芬表示 他已向世卫成交卫福部长 陈时中的亲笔抗议性 严正表明立场 部长已经有拟据了一封亲笔的抗议信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抗议信 送到世界卫生组织了 要来很清楚地表达我们的立场 另外我们在今天有一些活动在进行 包括我们有邀请里面相近的国家 有来进行一次的一个专业论坛 那这个专业论坛我们也 由我们卫福部的同仁来分享 我们目前的一个防疫的新模式 虽然无法参与世卫大会讨论 不过李立芬表示 行动团仍积极参与 包括专业医疗论坛等 相关活动并邀请友邦或里面相近的国家政要 学者等互动交流 推升台湾的能见度 盼未来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 已经有大概十个国家都是 在发言的时候就是明确地支持台湾 确实在今年我们看到有 在欧盟的这些国家有很多的一个支持 那其实我们昨天跟那个友邦在互动的时候 他们也说他们也注意到了 对于越来越多无视中国的不满与抗议 力挺台湾发言的国家 李立芬再次表达感谢 他并强调 保岛除了防疫工作上的表现 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相信也得到了国际的支持与肯定 中央社姐曾庭轩日内网报道